大家好呀,我是大脑袋 大家都知道唐三金九考,成为海神 那你们还记不记得 其余史莱克六怪中 有哪几个成为封号斗罗之后 也被神选中,成为继承神器候选人呢 他们被选中又是因为什么? 脑袋知道七怪最终都成神了 这里仅说第一步哈 史莱克六怪在帮助唐三猎杀深海魔金王后 得到了一些深海魔金王的能量 因此,六人等级分别达到了 宁荣戎87级 朱竹青86级 戴木白88级 马红俊86级 奥斯卡85级 小五80级 小五由于叠加奖励还未使用 因此,等级最低 唐三成神之后 小五因辅助海神传承 获得神刺魂环三枚 所有魂环修为增加2000年 其余史莱克五怪各奖励神刺魂环一枚 六怪在吸收了魂环之后 戴木白95级 宁荣戎94级 朱竹青93级 马红俊93级 奥斯卡92级 小五96级 除了小五一下蹦了16级外 其余四人都是长7级 全部进入封号斗罗级别 先说一下被神选中的硬性条件 一般来说 除非五魂能够达到99级 才会有被神主动选中的可能 其次被神选中的表现形式 先是神光入体 另外还有神念在脑海中响起 告知继承者被选中了 史莱克六怪 第一位被神选中的男人就是奥斯卡 他是魂世界有史以来 第一位食物系封号斗罗 加之年龄未超过40岁 潜力大大的 因此被食神选中继承他的神奇 第二位被九彩神女选中的 便是宁荣荣 不过这次倒是宁荣荣沾了奥斯卡的光 虽说宁荣荣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倒也不至于让神主动选择 九彩神女之所以选择了他 主要是因为食神选择了奥斯卡 食神和九彩神女是夫妻 夫畅夫随 这两夫妻只有将神奇也传给一对夫妻 才能天上人间永不分离 第三位被神选中的便是小五 不过这次可不是选小五当传承人 而是认定了小五是唐三媳妇 唐三不是被海神和修罗神轰抢吗 而唐三最终选择了海神之位继承 导致修罗神神奇无人继承了 这事唐三本没有放在心上 无非就是个选择题 没继承就没继承呗 事情回到唐三成神 小五获得三枚神次魂环上 以此吸收三枚神次魂环难度太大 于是唐三出手相助 但是两人的气息极其相似 唐三体内的修罗神之力 便趁机会渗入小五体内 加之修罗魔剑又飞向小五 一开始大家还以为修罗神选择的是小五 其实不然 先前说过被神选中的表现形式是 神念在脑海中想起 告知继承者被选中了 奥斯卡和尼蓉蓉都有这一过程 当初唐三被海神选中也是如此 然而小五并没有这一过程 修罗神选择的依旧是唐三 只不过鉴于两人的气息极度相似 小五便成为了修罗神力量的容器 唐三只要与小五合计 就能在修罗神和海神之间瞬间切换 没有小五 唐三也不能切号 所以小五勉强算半个被选中的吧 因此史莱克七怪 唐三 宁蓉蓉 奥斯卡 小五 3.5个被选中的 占50%的概率了 这放在学校里 全员封号斗罗以上 重本率100%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